新加坡近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渐严峻 外籍劳工宿舍的聚集性感染频发 是目前新加坡疫情防控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今天的领事在线和我们连线的是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领事参赞邱元兴 邱参赞介绍说 目前使馆的工作集中是在 为当地的中国公民解决实际的困难 做好防疫指导 筹措发放防疫物资等三个方面 那么针对近期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劳务人员 使馆高度重视他们的健康安全和权益保护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送上关爱 那么在新中国同胞有近40万人 其中务工人员约7万人 留学生4万余人 截至4月19日 在新中国公民累计确诊病例有200多人 那么这其中三月份之前的 都是从中国来新加坡的游客和探亲人员 那么从三月中旬和下旬以后 受外籍劳工宿舍疫情的爆发影响 那么务工人员确诊的病例增加较快 那么现在有将近的180人左右 那么留学生的感染的数量较小 目前只有一人 并且已经康复 那么党和国家十分关心 海外同胞的安危 那么使馆积极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 努力把温暖和支持 带给每一位在新的中国同胞 共同抗议 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那么首先使馆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新方依法保障受雇佣 或被解雇的中国籍工人的震荡权益 那么推动加快解决 那么中国籍的工人集体宿舍 生活条件和防控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积极协调新加坡有关部门 和当地的中资企业协会 为被解雇的中国籍工人就地转岗 提供相关的便利 此外使馆还一直敦促新加坡卫生部门 尽全力保障被确诊中国公民的 及时收治和全力救治 确保他们的医疗权益和健康安全 目前已经有30名中国籍患者 痊愈出院 那么其余的中国籍患者 病情均较为稳定 那么第二个方面 主要是做好 在新中国公民的防疫指导 那么我们在时光网站 脸书和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50多条通知 通知提醒在新的中国公民 遵守新加坡的防控规定 普及防疫知识 推荐线上健康咨询平台 集中答复大家的询问 那么针对近期受影响较重的 劳务人员 发出了三封慰问信 洪潇勇大使还与 在新留学生 务工人员 乔民 中资企业人员 进行座谈和视频见面 并亲自主持了 国内防疫专家 与在新留学生的视频连线 那么第三个方面 是向再新中国公民 发放防疫物资 那么截止4月18号 我们已经通过了 学联 中资机构 包括新加坡的人力部门 和使馆的领事服务窗口 向再新的留学生 务工人员以及侨民 发放口罩26万余个 目前这项工作仍在继续